如何成为阳光的人? 欲求长寿,应先除病。 欲求除病,当先调心。 我们的身体只是一个工具, 工具出了问题,那肯定是使用它的心出问题了。 所以心态是第一重要的。 一个好的心态,不是我们说有就有的, 是要通过长期不断地学习正法,调整心态。 长期串习正法的观念,慢慢地转换, 更换掉原来错误的观念, 最后才能让自己的心态慢慢地健康起来。 让自己的心变成一个正能量的状态, 变成一个受朋友家人欢迎的人, 谁看见你都心生欢喜。 一个很阳光的人走到哪里就照到哪里, 别人看到你都欢喜。 我们不要变成吸收阳光的人, 到哪里都吸别人的能量, 这样就不太好。 我们要变成往外释放能量的人, 到哪里都像太阳一样, 谁见了你都开心。 别人需要阳光的时候, 你就是阳光, 别人需要雨露的时候, 你就是雨露。 那如果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, 怎么还会生病呢? 不会的, 到时候你什么都顺了, 并且慢慢的你也会吸引越来越多跟你同类的人来到自己身边。